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中国大陆律师唐吉田6月21号向黑龙江高级法院起诉黑龙江建三江农肯公安局 指控建三江农肯公安局今年3月份非法拘留他15天 唐吉田6月23号以酷刑不禁冤案难除为题 在网上全文发表了这份行政起诉书 起诉书要求被告建三江农肯公安局赔付他医药费等经济损失 并通过全国性的媒介向他赔礼道歉 唐吉田律师今年3月20号因为与被非法关押在建三江青龙山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 一起到洗脑班要求放人 而被建三江农肯公安局行政拘留15天 这期间唐吉田遭受酷刑折磨 出狱之后进医院检查 至少有10根肋骨被打断 牙也被打坏 胸部腿部有余伤 肺部阴影也加重 腰椎还有结合病变 唐吉田的这份起诉书发表之后 在社交网络推特上是受到关注 很多人对他的行动表示支持 安徽议人士沈良庆就说 建三江警方还有非法拘禁酷刑虐待的罪行 应该比照着故意伤害罪追究他们刑事责任 最近两天香港市民的征普选公民投票声势高涨 据报道 截止到23号晚上7点钟 已经有超过72万人通过电子系统投票 那么中共党媒在集体失声两天之后 中共的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 23号发表措辞强硬的社评 把这一公投说成是闹剧游戏并声称 香港非法公投人再多也没13亿人多 环石的这些言论立刻招来 中国大陆网友的一片嘲笑和反驳之声 有人说 我是13亿人之一 但是没有票 被代表了 另有网友说 我声明支持香港公投 我尊重香港同胞的民主诉求 别拿13亿人说事 其中不包括我 还有人嘲笑说 13亿中国人连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都没有 却要去决定香港人的命运 真是搞笑 更有人质问 北京敢让13亿人公投吗 还有一些中国大陆民众是走上街头举牌打横幅来声援香港公投 用行动来否定环石的说辞 据大陆维权网报道 最近两天大陆各地都有民众走上街头 支持香港市民争普选 他们打的标语内容有 香港的命运由香港人民来决定 禁止外来势力共产党进行干涉 共产党是苏联来的 应该滚回苏俄去 或者还有标语写 公投是香港内部事务 香港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 禁止黄俄 说三道四 支持香港人民的自主选择党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进门